啾啾啾 活躍 運動員吃香蕉是要補充體力 我們現在這個單元是要補充 腦力吃香蕉薄荷啦 不管 多吃一點肯定會有用的 好喔 會用我的菜科學科學們請出題 大家好 我是藍色戰士 藍色戰士 你看藍色戰士現在桌上那個裝置 我又要來施展一個魔法啦 好 好 先介紹一下喔 這是一個切成好幾段的香蕉 我分別用電線相連接 而接下來啊 我施展的魔法要先讓燈光暗下來 比較好氣氛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把它接上燈泡之後 為什麼 就這樣了耶 為什麼 怎麼這麼神奇 這就是我的題目啦 請看 香蕉 香蕉能讓燈泡發亮的關鍵因素是 A 香蕉中的礦物質 B 香蕉中的維他命B群 C 香蕉中的果酸 維他命B群讓它有活力 對啊 所以絕對不是啊 答案是果酸 沒錯 應該就是果酸了 對 感覺果酸 比較容易成為電解質 然後可以讓電流通 應該是這樣吧 是嗎 好 那我們就來看動畫 找答案 你懂 你就懂 香蕉為什麼能發電 發電過程中 一定要有兩種各種活性的金屬 加上電解質的環境 來製成電位差 而香蕉中的果酸 可解離出較多電解質 提供更好的電解質環境 這樣說起來正確答案就是C 果酸真的可以拿來發電耶 沒錯